在繁华却喧嚣的都市中,林宇童是一名年轻的插画师,生活频繁却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 她总是曾经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,常常忘记了时间的流逝。 然而,一次偶然的相遇,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。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,林宇童在一家咖啡馆里画画, 窗外的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金黄色的光线透过窗帘撒在她的桌上。 就在她专注于画布时,一个高大而陌生的男子走了进来。 她身穿西装,气质冷峻,眼神中透露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。 男子走到她面前,微笑着问,请问,这里有人吗? 林宇童愣了一下,随后点头示意她可以坐下。 男子坐着自我介绍说,自己叫李宇童愣的是Qued, 在平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中间。 他们开始交谈,谈论起了各自的兴趣和工作。 李宇童对林宇童的插话充满了赞赏, 而林宇童也被李宇童的才华和幽默感所吸引。 时间在他们的对话中悄然流逝, 直到咖啡馆准备关门, 他们才意识到已经聊了整整一个下午。 在分别的时候,李宇童轻轻握住林宇童的手。 她的目光温柔而坚定。 我很高兴认识你,希望我们能再见面。 林宇童的心跳加快,脸上泛起了一抹肥红。 我也是。 接下来的几周,林宇童和李宇童频繁约会, 他们一起探索城市的角落, 一起享受简单而美好的时光。 每次见面,他们之间的感情都更加深厚。 李宇童向林宇童展示了他对工作的热情和对生活的独特见解。 而林宇童则用他的画笔描绘了他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。 一个寒冷的冬夜, 李宇童带林宇童来到了一个灯光闪烁的花冰场。 他们在冰箱舞动, 手牵手旋转, 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轻盈而梦幻。 在他们停下来的时候, 李宇童温柔地看着林宇童, 眼中闪烁着深情的光芒。 宇童, 李宇童低声说道, 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, 我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。 我觉得这个时刻就是现在。 他说着, 缓缓靠近, 轻轻地在林宇童的唇上落下了一吻。 那一刻, 林宇童的心仿佛被点燃, 整个世界都化作了甜蜜的旋律。 他的眼睛微闭, 感受到李宇童的温暖和深情。 这个吻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世界, 却让他们的感情变得更加真实而美好。 林宇童和李宇童知道, 他们彼此的心灵深处 已经建立了一座无形的桥梁。 而那座桥梁的起点就是这一吻。